太美了 连我想像中的还美 是什么样的美景 不只用眼睛欣赏 手还要忙着按快门拍照分享 这里就算要重庆一跃成为 网红城市的知名景点 红崖洞 而这里也是一座 依山沿江而建成的 吊脚楼建筑群 靠着抖音和微博上的影音 让有2300多年历史的红崖洞 穿梭古今 成为全大陆当红打卡热点 夜色下灯光点亮木质结构古楼 如同电影《神影少女》中的场景 灯高远眺 嘉陵江长江风光尽收眼底 而重庆山沿地形 更造就楼层错位的现象 这里是红崖洞的9楼 现在记者要往上爬到11楼 到了11楼之后 结果一看会发现 诶 这里又变成了一楼 爬到红崖洞顶楼 又是新的一楼 仿佛整个城市立体化 这也让重庆有了八滴 魔幻城市的名号 高架轻轨近占 看似没什么特别 但从外头一望 却让观光客目瞪口呆 一般人说的是火车过山洞 带到重庆山城 这里看到的是轻轨穿过楼 它是第一座这种 轻轨穿过我们这个 桑柱楼的一个比较有特色 大批游客拿起手机 就等轻轨来的这一刻 马上拍照 马上分享 很神奇 是不是叫我们那边是没有的 不论是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 跨江所到 又或是亚洲第二场 相当于直通15层楼高的 皇冠大扶梯 这些重庆年的日常交通工具 都因着电影 动画 还有社群媒体快速传播 2017年重庆就吸引5.42亿元次 前来观光 创造3300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1.48兆的观光收入 同比增长都超过两成 从网红城市到全球发展 最快的旅游城市 白天 夜晚 不同风情 同样的魔幻城市美学 处处都有惊喜 记者叶伟林 彥伟哲 宏庆 采访报导